机械化农业到底有多牛? 只要能够将大型农机开进去, 就能轻松搞定几十亩耕地的作物。 那为什么中国不努力推广? 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重型机械的一些相关问题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 难道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, 能够让农业变得轻松简单的机械化农业生产? 但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并不重要吗? 严格来说, 中国并不是不想要解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。 而在于中国想要解决农业机械化之前, 首先需要解决中国农业用地碎片化的问题。 除了像是东北之类的少数平原之外, 中国绝大多数农业区域位于山地或者丘陵, 这显然是普通农用机械根本没有办法跨越的。 这让机械化耕作设备想要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推广时遭遇到了难题。 其次, 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均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 土地的使用权在个人, 而个人使用, 而个人使用意味着他们自身胆以承担使用重型农业设备的费用。 所以中国农业并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快速实现农业机械化。